好痛 雷杰居然能看到路 民眾驚呼連連 不敢置信 就算沒千神 梅花路也緊緊跟隨主人 甚至坐點梯也不怕 系上千神的路平 面對突然的廣播聲也沒嚇到 今年三歲的他 其實外出都有千神 或是搭車移動 個性親人還是小網紅 IG上有15.3萬名粉絲 這會是第二回參加寵物展 但當天因為趕著要去停車場 沒有千神就進入捷運系統 也引發爭議 的確我們沒有牽牽繩是不對的 因為在會場裡面 我們沒有牽牽繩 那因為他都跟我跟得很緊 所以我們就想說 那趕快趕快趕快 北街對於攜帶寵物 其實都有一定的規範 其實我今天還沒進帳 我只是在這個所謂的連通道 也就是進入捷運系統裡面 其實寵物就必須要裝袋 或者是裝籠 梅花路沒進帳 但北街說還是違規 可以拒絕運送 按照規定寵物必須裝在寵物箱裡 頭尾四肢不能露出 寵物車也有長寬高和限制 如果是大型的 包含文物線 北車中校新生等站 禁止進出或是轉乘 每位乘客最多攜帶一件 就算有千神 沒進龍依舊違規 但其實四主們早就習慣 帶寵物打捷運 滿習慣的 都不會叫啊 就是乖乖坐在裡面 底下是它的外出龍 所以我外面還有另外再套一個袋子起來 這樣子它的便便啦 或者是飲水啦 飼料都不會滲漏出來 我是帶推車啦 準備一些他們家裡常用的一些布啊 或是常吃的東西 然後讓他們就是比較不會那麼緊張 大多士主選擇推車 帶毛孩一起搭捷運 但更重要的其實是減免訓練 避免毛孩一聽到聲音就受到驚嚇 鐵維新聞 張靈寶家庭 台北宋報道